歡迎各位來到研華2021年簽入市論壇 今天主要是講智慧工廠主題 主題是AI助力打造智慧工廠的新藍圖 首先今天我們邀請到 顧德科技總經理徐總經理 徐總經理好 同時也邀請到我們EIS的產品部經理 Alan高 Alan您好 也邀請到我們YSPAS的規劃師Sam佐 佐經理你好 是這樣的就是說我們可以知道說 在智慧工廠這幾年 大家陸續已經在建構下來 從端道銀的方案大家陸續也建構完成 針對於工廠這個議題 我們都已經想辦法找預知的方案 震動這個議題是這幾年很夯的議題 可以看到我們這台Architecture 配合著顧德科技 配合著研華的框架已經提供一個完整的方案 進而可以在工廠的設備上面 可以有預知的功能 配合著震動元素 在搭載著我們EIS Intelligent的產品Gateway 配合我們的YSPAS的Plattform平台 進而提供給業主一個Total solution 想當然而這樣的話都是為了迎合工業化4.0 可以更快速的得到更有重效的一個performance 讓智慧工廠的東西可以進而實現 首先我們會邀請到 就顧德科技的許總經理來介紹他的整個震動相關解決方案 首先非常感謝研華的邀請 我們在這邊分享一下在製造跟所謂的預知保養領域的一些解決方案 那在分享方案之前 我們先聊一下智慧製造最大的目的主要是什麼 其實我們在業界實施的這幾年 其實我們大概可以整理成三個最主要的目的 第一個我們不希望產線無預警的停機 所以這件事情是勢必要被解決的 然後再過來就是可以提供業主 這樣子的產線的一個精準的規劃的保養時間 然後跟保養之後到底有沒有缺效這件事情 然後再過來在製造業最重要的是產品品質 我們可不可以透過這樣子的監測 來維護這樣子的產品品質這樣 那工業監測我們基本上可以切成兩大類 在機械設備上 那第一大類我們就稱為它是連續性的轉子電機 主要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馬達蹦斧壓縮機 主要是廠物端這些供水供氣供電 那再過來就是周期性的製造設備 那主要它就是所謂的生產設備 那這類設備有一個特性就是它大量重複 它是大量重複加工行為 那譬如說我們廠區內的機械手臂 CNC的工具機或者是所謂的充壓設備 或者是自動焊接這類的設備 它們都是在執行大量製造的 所以GOOD在這兩個類別 我們就提供出兩種對應的方案 那在連續性轉子的監測的部分 我們推出的方案它就叫做VNS-RM Series 就是所謂的轉子監測設備的系列 那針對周期性加工的設備 我們推出的解決方案它就是做VNS-RM 它其實是一種機械學習的系統 那透過這兩類的方案 然後來針對這兩大類的工業需求 進行解決方案的提供 首先我們來分享一下連續性轉子設備的監測內容 簡單來說其實我們監測了三大重點 在這樣的方案裡面放三大重點 第一個我們監測標準振動的絕對值 那也就是說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振動規範 我們把轉子機械分成四個健康種類 正常、優良、警告、危險 那這樣子是一個絕對標準 我們一看我們就知道 我們接下來要對轉子設備做怎麼樣的處置 那第二類我們怎麼去管理這件事情 我們管理馬達的變異 因為健康的馬達是不會突然變好 或者是變壞 那我們就是管理這樣子的變異性的差異 那第三個就是大家還蠻常聽到的所謂的頻譜分析 我們就管理震動的頻譜特徵 那因為馬達壞掉可能就會有動部平衡不對型 這些東西都會有頻譜特徵 那簡單來說我們的方案最大的精神就是 在同時管理這三種機械特性 那針對各個場域的不同 我們就可以搭配不一樣的方案 譬如說我們可以用可溪式的檢查的 那也可以用可溪式的巡檢 那在一個很重要的轉子機械 這個轉子機械是不能在產線上停線的 我們就會用實時監測的帶線式檢測 那在一個場域如果不方便配線的 我們可能就會選擇無線式或者是電磁式的 那我們來特別聊一下這個電磁式的一個方案 因為這個方案很特殊 它的感測器其實是無線式電磁 所以你根本不用 你可以完全省去它的配電跟配訊號線的一個工程 那只要裝上Sensor你就可以開始監測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系統方案裡面呢 我們使用者可以自己去在軟體上增加 它需要監測的區域或者是監測的量測點 那在監測過程中它就會一直儲存 所謂的振動特徵值 那會存在底層的資料庫 那你也可以在這個方案裡面去做查詢 那接下來這一些收集到的振動特徵值 可以再搭配後來的AI 來讓整個監測會變得更智能或更精準 接下來我們來分享 所謂的周期性生產設備的檢測 這一類的設備機台其實它構成非常複雜 所以其實常常會有一些比較失效的監測方式 主要的原因就來自於 我們都一昧地收集大量的數據 但是沒有去針對這些數據 去做一個很好的前清洗 因為主要這些設備其實被生產來 它是來執行不同的加工任務 其實在不同的加工任務上 它就算是一樣的故障特徵 它其實也會產生不一樣的訊號 所以其實我們認為這樣子的一個解法 最好的就是你只能針對 在生產內的周期去做monitor 那只有在生產內這一段的數據 才是我們所謂的有效數據 還有你必須要挑選一個正確對應的感測器 例如說在機械最相關的 譬如說我們機械手臂或者是工具機 我們就會選用加速度規或者是force sensor 這一類的直接跟力量相關的感測器 那如果是自動焊接這一類 因為如果有過電流它就會過焊 這一類我們就會選用電流感測器 那像住宿機或者是跟沖壓鍛造 有關的我們或許就會搭配一些壓力感測器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監測 因為這樣子才是選用正確的關鍵的物理指標 去偵測我們真正想要慣性的加工行為這樣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ML 它最主要做的四個步驟 主要是在做什麼 首先第一個步驟 這樣子的方案它是轉移人為經驗 它是可以很快的建立你現在的一個 加工行為的一個規範 那接下來建立規範之後 它就可以自動去追蹤 你有沒有在做一樣的加工行為 那這樣子做法有一個非常好的好處是 它不需要跟任何機台做交握 所以我們在我們以後裝的觀點 我們可以裝在各式各樣的機台設備上 那在這樣的監測流程裡面 它就會不斷的累積 已經建好在這樣子方案裡面的物理模型 然後不斷的累積這些特徵數據一樣 那累積完特徵數據之後 我們就可以搭配後段的AI 將這樣子的監測做得更精準 那我們說建完模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做即時監測了嘛 那它大概就可以產出幾個效益 譬如說我們機械手臂在產線上服務的時候 如果它出現問題 我們就可以即時的警示 那在焊接的時候 如果它出現焊接的過電流 我們也能夠即時的警示 那像模具損壞 那或者是說在沖壓的時候 產品的毛邊 那CNC在凋洗的時候的刀具損壞 導致產品有一些異常發生 它都可以即時的攔阻下來 那其實智慧製造的方案應用 其實在因為這幾年 其實這個議題其實是很熱的 但是事實上在我們所服務的領域 其實已經在台灣地區 已經有非常多的 我們所謂的知名的製造業者 都已經採納這樣子的一個方案 那接下來我們來請研華夥伴 Alan來幫我們做下一個部分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Alan 那其實我今天要接續著 剛剛顧德分享的一些技術 跟一些所謂的產品特性 來往下面做更精闢的一些介紹 那首先其實是 我們現在強調的 其實是在做一個所謂的邊緣智能 那要強調它一個所謂的 邊緣運算的一個概念 所以說其實我們現在把顧德的方案 整合到我們的產品裡面 變成是一個所謂的 邊緣智能的一個終端 它在邊緣端可以去採集資料 並且即時的在邊緣端把數據做完了處理 進行分散式的計算 那再將有需要監測 或是有需要做後續做 所謂的資料處理也好 或做所謂的數據分析也好 甚至做大數據的一個運算也好的資料 再上傳到雲端的平台 例如我們的Wispass 來去做更下一步的一個計算跟整合 那在我們這邊其實可以看到 在邊緣端我們收集到資料之後 我們可以做有效的做一個所謂的 圖像式跟數據可視化的一個部分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整合 顧得所提供的資訊 把它變成在場域的一個整個監控圖 並且可以有效的把所謂的 像是頻譜圖也好 把有效的像是一些所謂的 設備Sensor即時的資料 去做一個呈現 把剛剛在設備端一些重要的訊息 以及一些重要的指標 那甚至是一些警告 那在邊緣端就可以做一些即時的呈現 那邊緣端處理完之後 甚至可以在邊緣端即時的去做所謂的 包含了錯誤的一個處理或是一個反動作 保護你的設備保護你的機台 那這邊分享一個案例 其實在國內某知名的半導體廠 他針對他的機器手背 因為他們的機器手背 如大家所知 半導體廠他們的原物料其實單價都非常的高 那他們其實很怕機器手背 它有晃動、震動或是所謂的電流不紋 導致它的夾臂力道不夠 那這時候我們就引入了固德的方案 去偵測並且去確保這個整個機器手背的整個製程裡面 它的運行是正常的 它的所謂的夾的力道是正常的 它沒有不正常的晃動或是不正常的震動 去確保它的原物料的一個狀況 以及它整個生產的一個品質 那其實透過這部分 其實整個東西的導入他們量率大概可以提升2% 可是其實對於半導體廠來講 2%的提升就是非常高的一個效果了 那另外來講他們也可以縮短很大的一個所謂的停機工時 為什麼呢? 因為透過固德的這個方案 我們可以及早去做所謂的預防的一個處置 我在設備不是真的壞掉之前 我就已經知道OK 這邊是轉子出問題 這邊是動不平衡 所以說我可以提前的去做所謂的對應處置 不是整套等到設備壞掉了之後我才去找原因 那其實這一段也可以大幅的減少它的一個停機的一個時效 那所以說其實這整套發展機 對我們的所謂的中央客戶的確帶來蠻大的一個效應 那另外一段其實這些資料收集進來之後 對於我們中央客戶 它可以再去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更進一步的一個處置 去做到包含像是製程的優化製程的改善 那這一段就會交由我們研華的所謂的Wispass AIFS平台 來去做更進一步的大數據的處理 那接下來我就把時間交給我們的Sam 讓他來做更細心的介紹 好 謝謝Alan 那我先介紹一下研華 其實在我們在物聯網這邊剛剛有提到 像Vincent講的他有Edge的軟體解決方案 那EIS把這整個解決方案變成一個Edge的解決方案 那其實有很多客人會問我們說 當他已經把他的這樣的解決方案 他步到他所有的廠區裡面 他要怎麼樣去做統一的管理跟匯整 所以研華在Wispass上面其實是有個叫Wispass AIFS 簡單來講他就是一個物聯網平台 可以把剛剛您收集到的所有資訊 用單一的一個平台來做呈現 那剛剛有提到說其實 研華這個平台有個特點 就是他非常的有彈性 有彈性的意思是 無論您要在公有云上做這樣的平台 或者甚至是在一個2U的Server裡面 放在您自己的場端其實都可以去做 避免說 就跟剛才我們的案例裡面 其實有非常多的是比較高科技的製造商 其實他們是不願意將他們的資料 放到公有云上面的 所以可以用我們這樣的平台來做分析 那做什麼樣的分析呢 其實就是剛剛有提到 無論是有線或無線 其實都可以用我們這樣的 那剛剛的原因就是 為什麼我們需要做這樣的分析 其實剛剛都有提到 那我特別強調說為什麼需要這樣的AIFX 很簡單說來就是說 當如果我們只有一個 我們只有一個參數兩個參數在管理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當我們可以導入AI的時候 就像剛才講的VMSML的時候 其實可以做更完整的分析 就包含了我們在這個 PowerPoint上面有提到就是說 第一個事情是您可能想要知道設備的退化程度 甚至是我們有客人 他希望最真正在乎的事情是 他的退化程度 例如7天後 這個退化程度會到哪裡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客人 他並不是真的非常非常在乎 某些設備的到底他會不會壞掉 可是他重點在於說 當這個壞掉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他其他生產的狀態 這才是真正的重點 所以說為什麼他非常非常在乎 或者是這個震動的預測 甚至壽面的重點就在於這裡 那接下來呢 其實輸了剛剛講的AI 所以前面剛剛講的 就是當我們找這些數據上來以後 在上面做分析 壽命的預測 甚至是發報警之類 我們這邊您可以看到一個Dashboard模板 其實像我自己也做很多的房廠 很多房廠他說 可能大家會覺得 奇怪啊 我以前也做Edge端的一些小小的HMI 那跟我現在用研畫這個平台有什麼差別 其實最大的差別就是 您可以想像 過去的維護是怎麼維護 還有很多客人 這些震動他可能每天都要去尋常 可是其實這是沒有效率的 我們透過我們的物聯網平台 把這個數據群都收集上來以後 甚至設定一些路歐貝斯 還有剛剛講的AI的判斷 來做到自動的報警 來降低這種無效的尋常 所以您可以看到 包含單一的風機馬達的可視 或還有一些關鍵的參數 包含剛剛講的RMS 或者是透過我們的多重的參數的分析 都可以在單一的Dashboard上呈現 那下一頁講的就是很簡單 就是說您可以想像這個只是個風機 甚至是冰水阻機 或者是空壓機 其實都有一樣的畫面 可以讓您做統一的管理 Again 降低您這種不必要的尋常 甚至是可以把這些數據 收集在單一平台裡面 未來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那我講到這邊 那我回到我們今天的顧德總經理 謝謝 非常感謝Sam 我們大概再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整個監測的智能化的流程 現在一般的做法 通常常見的都會是 先收集大量數據 然後接下來由資料科學家 來進行資料的後處理 然後接下來如果發生事件 或者是已經收集到事件 再針對這些事件做標記 然後接下來我們透過AI訓練 然後訓練出一個精準的模型 再來做監測 不過在前端的大量收集 跟資料後處理 這個部分其實它會耗掉我們大量的時間 但是這個時候並沒有產生效益 那我們想提供一個更好一點的選擇 其實是我們希望在架設這樣子的一個收集平台的時候 在架上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即時在產線進行監測 監測產線的生產狀況有沒有問題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一開始就對業主造成效益 那在監測的流程裡面 我們就去收集這些特徵化的數據 接下來如果一發生事件 我們再配合AI 再配合訓練 然後讓這樣子的模型更精準 我們覺得這樣會是一個更合適產線的監測方法 那我們今天主要在講的是 設備的預防性的維護保養 或者是所謂的預支保養 但是其實我們剛才說到底 其實工業生產最重要的其實就是產品品質 那也就是說現在其實有一個很熱門的選擇是 AOI加AI 它是為了去防堵這些不良品被出貨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更積極一點 在製造的流程裡面 就防止不良品被製造 所以我們才提供了所謂的VSSML 或者是VSSRM這個系列的產品 那我們最希望是說 在生產中跟生產後 這樣子的一個方案兩相配合 然後讓工業生產這件事情的零失誤 慢慢把它變成可能 那這也是我們大家在做AIA最希望達到的目標 這樣謝謝大家 那接下來我們再交給浩經理 從顧德以及我們EIS以及Wispass 這樣一個從端到雲的一個Total Solution 相信各位對整個在震動帶到整個後續的平台有完整的認知 那對於這個方案其實在產業呢 我覺得是如何如何的展開 那我們配合這樣的情境 其實在很多的廠端也有實際的implement已經完成 那如果各位這邊有任何興趣的話 可以聯絡我這邊 我這邊是業務窗口 我叫Howard成 那感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Bye Smarina剛剛我們講到智慧工廠的震動監測方案 做了很多的預防監控的狀況 那我們也知道智慧工廠的議題其實很多元 那除了震動方案的話 我們研華還有其他的一些香溫的產品可以提供給工廠 然後幫助工廠做optimize的狀況嗎 好的 有的 我們現在EPT332 現在已經有許多的暗場呢 直接導入在AGV車以及人工台車的標示台上 來提供給產線人員更多的可視化的產線流程標示 讓我們的成品與半成品在生產的過程中控制可以更加的精準喔 我們來看看實際產品畫面 畫面上可以看得到就是我們的 EPT332 5.6吋的電子紙裝置 它可以安裝在產線台車貨架 不論是AGV車貨架或者是人工推車 都可以清楚的標示貨架狀態以及物料起始狀態以及最終狀態 產線或者是倉庫人員可以利用這些即時的資訊來控制倉儲以及生產的流程 這可大大的改善了生產的效率 目前我們從這套電子紙大量的導入在產線上呢 我們可以幫助產線實現物料以及半成品的可視化資訊 以及位置的追蹤讓產線工作更有效率 主要有幾個方向可以來改善 第一個呢是倉庫的備料主要資訊 第二個呢是台車工單的指派的資訊 再來呢是台車的余料的控管 最後呢是台車的工作位置以及時間的控管的部分 接下來呢這一頁呢可以看到是目前我們煙花林口廠實際導入的評估效益 在我們的組裝測試產線導入之後呢 產線人員可以在每一站得知不同的指派任務 效益方面呢可以大大的提升管理人員透過電子紙標籤即時確認生產的進駐 可以減少每天一個小時的查詢時間 第二個呢透過電子紙標籤系統的確認台車WIP的相關資訊 可以減少每一天查詢少了0.5個小時的時間呢 非常精彩的介紹 那我知道在產品的規劃上面除了業主 那相關還有一些SI 那我們假設這些產品怎麼樣快速的跟業主跟SI做產品的對接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讓更快速讓這些需求者上手 進而讓產品可以快速的deploying 有的讓我們來看我們整個產品的offering吧 這是我們目前我們的Smart Factory 在使用我們的EPD的coverage 從倉儲產線到我們的最後的生產包裝 到最後的智慧商店等等物流 都是可以完全整套的呢 佈置我們的EPD的整套solution 目前EPD把從2.9吋的電子紙以及32吋的電子紙 結合我們的Louter以及Device on ePaper CMS 包裝成四個應用領域銷售 讓我們的SI可以快速方便的整合 我們可以使用不同範疇 不但是從小到大的電子紙 還有不同連線的應用都涵蓋在同一套軟體裡面 所以SI只要整合一套我們的系統 就可以應用在不同的場域喔 還有呢我們提供給SI完整的Sample Code 來使用控制我們的Restful API的串接 只要SI控制上層的應用 我們研滑EPD就會自動的控制下層的網路通訊的部分 這樣是不是很簡單容易呢 哇喔 這麼完整的方案 我相信可以快速的將導入 然後進而落地化 那也可以降低業主跟SI的切入門檻 所以說這是一個相當好的方案 是的 使用研滑電子紙整套的解決方案 可以讓您一網打進所有的尺寸以及所有的應用 那其他的相關資訊呢 請洽我們的研滑業務單位囉 非常感謝各位今天在線上線參與我們 今天的衛命啦 那如果有相關的議題的話 問題的話都可以在線上留言 我們都會快速的回覆您喔 那不管是產品的問題 以及或者是相關價格的問題 我們這邊都會快速的跟您做聯繫 那今天的話會有我業務這邊做對應 那當然也有相關的產品部的部分 有Alan、Sam佐以及Sabrina 那這邊都可以發到相關的mail 這邊都會有人做快速的做對應的機制 那感謝各位的參與 今天同時間呢 我們會有一組好檔優惠 就是由EPD這邊的產品 那在今天的產品介紹完成後 快速下單的話 您可以得到特別的優惠價喔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是我們EPD的產品 他非常的快速開發落地 那在這個section之後的話 我們除了假設你今天上線看完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填完問卷 然後可以抽相關的一些優惠好康 那當然我們這個webinar總共有市場 假設全人參與的話 也可以得到Apple AirPods Pro 還有藍牙耳機喔 那歡迎這邊就是陸續參與我們的webinar 那當然這個下一個webinar 在4月27日以及5月11日 都有針對特別的議題 這邊做完整的介紹 那最後的部分的話 當然如果你們有相關 在研華的一個產品資訊 想要做更多的了解的話 可以參與我們的Facebook 以及Line 這邊都有baccode 可以這邊做掃描 同時間可以得到 研華最新的相關產品資訊 那非常感謝各位的參與 那今天的webinar我們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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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